中国一直有养儿防老的思想 很多老人多把自己晚年的幸福寄托于儿女身上 但并不是每一个老人都能够安享自己的晚年 有时候也会遇到一些不孝顺的儿女 有些老人片面地把儿女的不孝归结于他们贤疲爱富 认为是因为自己没有钱 所以儿女才不孝敬他们 实际上 儿女孝不孝顺看的并不是你有没有钱 而是这两点 下面我们就来具体看看是哪两点吧 传承国学精华 启迪智慧人生 欢迎订阅国学天地 有没有尽到做父母的责任 中国是一个讲究孝道的国家 一直以来都有孝顺父母的传统 乌鸦反哺 羊羔贵乳等等故事 也都在宣扬着儿女应该对父母孝顺 可是孝顺并不是一种义务 而是一种高道德的要求 作为父母 责任是养育孩子 帮助他们成长和发展 以便他们能够成为独立 有贡献的成年人 尽到做父母的责任 需要给孩子提供足够的营养 教育保护和关爱 当父母希望儿女可以孝顺他们的时候 也应该先想一想 自己有没有尽到做父母的责任 在历史上 有许多父母因为尽到了自己的责任 而受到赞扬 例如 孟子的母亲是一个著名的例子 孟子是中国古代哲学家 他的母亲在他年幼时就开始教育他 他为孟子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 鼓励他学习 并为他提供了必要的支持 孟子的母亲通过自己的行为向孟子展示了如何做一个有道德 有责任心的人 孟子的母亲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的典范父母之一 另一个著名的例子是亚伯拉罕 林肯的母亲 林肯是美国历史上著名的总统 他的母亲在他年幼时就开始教育他 他为林肯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 鼓励他学习 并为他提供了必要的支持 林肯的母亲通过自己的行为向林肯展示了如何做一个有道德 有责任心的人 林肯的母亲因此也成为美国历史上的典范父母之一 这些历史故事表明 父母尽到自己的责任对于孩子的成长和发展至关重要 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 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你所做的一切都会在孩子心里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 当你觉得自己的孩子现在不孝顺你时 可能在他们成长的时候 他们所感受到的也只有你的忽视和冷漠 为人处事值不值得人尊重 孝顺父母是应该的 但是孝顺也是建立在道德标准之上 有自己的对错判断 否则这样的孝顺就是余孝 有些老人以老卖老 为老不尊 他们的形式根本有没有办法得到儿女的认可 甚至向儿女提出一些过分的要求 那么儿女自然也就不会去孝顺这样一位 不值得尊敬的父母 父母和儿女其实是相互理解 相互包容的 在我国的历史上 有一个名叫杨柳青的小镇 那里住着一个叫杨云的书生 杨云自小丧父 母亲含辛茹苦 将她抚养成人 杨云深知母亲的辛苦 所以对母亲非常孝顺 然而杨云的母亲却有些行为让她感到困扰 她总是对邻居们炫耀自己的儿子 有多么优秀 多么孝顺 甚至还会故意贬低别人家的孩子 有时候她会提出一些无礼的要求 让杨云感到十分为难 有一天杨云的母亲又向邻居夸耀儿子的孝顺 还要求杨云在众人面前给她洗脚 杨云虽然心里不情愿 但为了不让母亲伤心 还是照做了 这是一个名叫张珊的年轻人路过 看到这一幕 忍不住对杨云说 孝顺父母是应该的 但这样的孝顺是否有些过分了呢 杨云听了张珊的话 心里不禁产生了疑问 回家后 她深思熟虑 决定与母亲进行一番长谈 杨云告诉母亲 孝顺是建立在尊重和理解的基础上的 而不是盲目的顺从 她希望母亲能够理解她的立场 同时也会尊重母亲的意见 但前提是母亲要尊重她的判断 杨云的母亲听了儿子的话 感到十分惊讶 她意识到自己的行为给儿子带来了困扰 于是决定改变自己的态度 从此 杨云和母亲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和谐 两人相互理解 相互包容 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孝顺父母是应该的 但孝顺也是建立在道德标准之上 有自己的对错判断 父母和儿女之间应该相互尊重 相互理解 这样才能共同营造一个和谐的家庭环境 年龄的增长 应该是增长了你的见识和阅历 增长了你人生的智慧 而不应该以年龄作为你的筹码 去向儿女要求特殊的照顾和对待 真正的尊重 并不是因为你上了年纪而尊重 而是因为你的行事端方 处事公道 儿女自然而然会对你发自内心的敬重 也就会好好的孝顺你 可是 如果你自己得不到儿女的认可 那么即使你的年龄再大 儿女可能也只是 尽到了赡养你的义务 而并不会有从心而发的尊重和体贴 老人和儿女之间 其实就是人生的循环 当孩子再没有能力的时候 父母为他们掏心掏肺的付出和奉献 他们的举动也会在孩子的心里留下烙印 当父母年迈之后 他们也就会像你曾经对待他们那样 好好对待你 不要去责怪儿女的不孝顺 也不要去担忧 儿女不够尊重你 在父母和儿女之间 钱永远都不是最重要的 以真心换真心 才是两代人能够好好相处的决定因素 中国是一个传统尊老敬老的国家 历史上一直倡导着尊重老年人的价值观念 孝顺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也是中华文化的精髓之一 然而 随着社会的快速发展和价值观念的多元化 有些年轻人逐渐摒弃了尊老敬老的传统价值观念 出现了对父母不孝的现象 在现代社会 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逐渐盛行 人们开始更注重个人的自主权和个体的发展 这种现象使得一些年轻人忽略了对父母的尊重和孝顺 导致家庭关系的破裂和老年人的孤独 传承尊老敬老的社会价值观是非常重要的 首先 尊老敬老体现了家庭和社会的凝聚力和稳定性 一个和谐的家庭和社会 必然是年轻人和老年人相互尊重 相互关爱的结果 尊老敬老的传统价值观 可以促使家庭成员团结一心 共同创造美好的家庭和社会环境 尊老敬老可以提升社会的文明程度 一个文明的社会应该以人为本 在这样的社会中 人们彼此尊重 礼貌待人 尤其对年长者更应该尊敬 尊老敬老 不仅仅是一种行为 更是一种内心教养和修养 它体现了一个人的道德水平和修养 最后 尊老敬老 有助于传承和发扬中国的文化传统 中国的文化传统中 蕴含着丰富的家庭伦理观念 和尊重老年人的思想 通过尊老敬老的社会价值观 可以促使年轻一代 对自己文化传统的认同和传承 使得这种传统不断延续下去 保持中国的社会稳定与和谐 因此 我们应该积极传承和践行尊老敬老的价值观念 通过教育和宣传 使年轻一代明白孝顺父母的重要性 并落实到行动中 政府应加强社会教育 引导年轻人正确理解尊老敬老的内涵 推动建立尊老敬老的法律法规和政策 保障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同时 年轻一代也要加强自身的修养 提高对父母的尊重和孝顺 不忘家庭和亲情的重要性 在日常生活中 多与父母沟通交流 关心他们的需求和心理变化 给予他们更多的关爱和理解 家庭成员之间要相互体谅 打破彼此之间的隔阂和误解 共同营造一个和谐的家庭氛围 总之 尊老敬老的价值观 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也是社会进步和和谐发展的基石 我们需要传承这一价值观念 将尊重父母 孝顺父母的意识 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 并通过行动将其付诸实践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建设一个 尊老敬老 和谐共融的社会 使每个老年人都能够安详晚年 快乐幸福 人往往到老了才知道 儿女孝不孝顺 看的并不是你有钱没钱 而是以上两点 其实 一个人如果能够做到 严格规范自己的言行 真心为他人付出 那么必然也会换来别人的真心 所谓真心换真心 这世间任何关系都是相互的 父母儿女之间亦是如此 总的来说 父慈子孝 什么因种什么果 有长辈的慈祥 才有后代的孝顺 这与金钱毫不相干 尊重生恭敬 尊重生自持 尊重生理解 尊重生孝顺 唯有尊重 才能获得双向奔赴的爱 大家觉得说的对吗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本期的视频 在下方点个赞 或者订阅频道 如果有什么建议 就在下方留言吧 咱们下期不见不散吧 我可以说你会不是 我可以说你会不散啊 你会不散啊